晚上好 马上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焦点新闻 阿兹敏伸出重返谈判桌橄榄枝 却被巫统选举主任果断拒绝 阿兹敏除了是高级部长 如今蓝眼领袖也给了他新的称号 另外 李静聪今天指出 政府从开罚单生意当中进账了数百万令吉 记得锁住3月15号的百个大时机 晚上好 我是请龙 展览国会和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大纪佑丁今天指出 政府保证将尽快制定 对付违反防疫措施的执行范畴 包括列出违反防疫SOP 以及行动管制令的类别 还有最高罚款额以方便执法 中文字幕提供 重申 一些像是没有戴口罩 没有扫描二维码的唯利行为 只是小错 并不会被罚1万令吉 他也补充 明天早上将会主持 紧急状态管理技术委会会议 商讨列出唯利类别和罚款额 公正党总裁正李建聪今天表明 政府在3月11号开始把 违反防疫SOP的罚款提高到1万令吉 而才不过几天就已经有835人吃下罚单 意味着政府从开罚单生意当中 进账了835万令吉 他抨击 国民政府把人民当作是人肉提款机 在疫情艰难时期落井下石 李建聪表示 对国民部长而言 1万令吉或许只是小数目 但对于过去一年都在疫情下 煎熬的小市民而言 这已经是好几个月的开销数额 他认为 当下最需要做的是 降低罚款数额 以及制定明确的防疫SOP 不要让执法官员有机会自行诠释 昨天马来西亚消费者休闲俱乐部 质量分行是举办了开幕活动 邀请了武师表演 而且现场摆桌没有遵守SOP 而截获了警方开出5万令吉的罚单 彭恒州的国安会主席穆哈默 在拉沙里指出 即使彭恒州目前已经从CMCO 转为RMCO 不过根据团结部的防疫SOP 武师活动在任何场合上依然是被禁止的 彭恒百乐警区主任曼书也透露了 这个俱乐部基于进行武师活动 而且参桌没有按照标准的间隔距离 而违反SOP 武统和土团纷扰不断 虽然国盟的宣传主任阿兹敏日前是表明 国盟将邀请武统重返谈判桌 商讨至少是三个 武统跳槽到土团党的国会议席 不过呢 巫统的选举主任达祖丁是强调 巫统的立场非常鲜明 是要夺回所有属于巫统的国席 并不需要和任何人商讨 或做出进一步的谈判 也是巴西沙勒区国会员的达祖丁质疑 为何巫统还需要被邀回圆桌会议 并指凡原本属于巫统的国席 包括议员跳槽或借出的席位 巫统都要尽数取回 达祖丁表明 巫统根本没有意图摧毁国盟 也透露了有心人企图在巫统党内 制造混乱和分裂 然后引人出走跳去其他政党 所以巫统必须自保 不能够让这种事情发生 高级部长阿兹敏的十人集团 昨天是赞扬 三名议员退出蓝眼 并支持慕尤丁的行为 是勇敢知举 符合民意 同时指出蓝眼里头 很多党员是拒绝安华 党已经失去了斗争和理想 不过公卿团副团长塞巴里 就谴责阿兹敏 没有资格谈论道德问题 对方是本世纪最邪恶的政客 塞巴里指出 阿兹敏从很久以前 变策划破坏公正党 过去曾在公兴团和妇女组当选当中 安插没有公兴力的人来竞选 最终造成内部的分歧 他也批评阿兹敏是破坏公正党的根源 并指阿兹敏党团退党之后 公正党努力修复形象 也已经逐渐的看到成果 另一方面 行动党四眼默须骨灰原杨巧双 也直指阿兹敏反击蓝眼的言论 非常恶心 毕竟阿兹敏在公正党旗帜之下 经历多次选举 甚至让他成为了州务大臣 杨巧双的推文也写道 阿兹敏口中的原则 不必因为不同意一名领袖而改变 除非从来就和原则无关 霹雳州行动党昨天改选的时候 出现了幽灵选民遗云 行动党的组织秘书陆兆福 今天发文告指出 有关改选出现幽灵选民的指控 毫无根据 他指出了 州代表大会的代表名单 是已经获得党中央组织部 核实发放 所有出席州代表大会的代表 在选举官宣布投票结束之前 都有权参与投票 行动党声明 各级党内选举都是不偏帮 并以公平公开和透明方法举行 陆兆福也呼吁火箭全体统治 尊重选举过程 虚心接受任何的选举结果 最后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3月1号至4月4号 是宋威大学与学院的探索院 详情可浏览admissions.sanway.edu.m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